气管镜怎么做流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薛志文 西电集团医院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现代化医学是发展越来越快 可能普通人到医院去看呼吸科的时候 可能最常见的比如说化验一个血 拍一个胸篇或者CT 其中的话还有一个关于呼吸科 比较特殊的一个检查手段 就叫直气管镜检查 直气管镜检查的话和胃镜有点类似 就是咱们通过一个镜子通过一个管子 直接把这个管子通过咱们的鼻腔 通过咱们的咽喉声门 一直插到气管里头去 通过这样一个镜子的话 可以直观地看到气管里头的一些病变 比如说里头有没有一些炎症 有没有一些肿瘤 有没有一些异物 比如说有没有狭窄等等 它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手段 当然除了检查以外 它还有也是一个治疗的手段 比如说气道里头一些医物的去除 比如说肿瘤的话 气道里头的一些切除冷冻等等 其中包括肺部感染 通过致气管镜 我们也会做一个惯洗 把它的痰液等等 做相关的检查 也会加快病人的一个康复 总之的话 它是呼吸科常用的一个 诊治的手段 而且是有力的一个武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